一塊餅就能補充營養的營養棒 在國外已經流行很久了 北港食品加工也這麼寫的疾風 看到了一塊最多 這樣從製作的肉館開始專導力研發營養棒 成功製作出台灣人愛吃的口感 他們美國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麥當勞之外 就是比較 交流到有麥當勞 數字店 其他都是沒有 所以他們都是把爆放在車上 然後就是隨時開車 開到餓了就拆開來吃 但是這些口味從帶回來台灣 吃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喜歡 食品加工也這麼寫的風評是 國外做的營養棒很多都最甜 口感也沒適合台灣人 三年前都在研究 找到原本做的肉館 阿蘇吉仔來製作 營養棒的口感以外特別好 在低溫乾燥下 讓它保持原來的風味 然後它的營養沒有流失 然後可以 可以長期保存 最主要是 水活性非常的低 身上裝個五六條也非常的輕便 也不會增加你的心理的負擔 然後你到山上你隨時一打開 只要加根的水喝 你的肚子就馬上有東西 就可以緩慢性的消化 糖尿病患可以食用 雖然它很甜 但是它血糖不會升 瞬間的升高 水流營養棒大修 歡迎夏季鳳繼續研發 結合台灣水果的健康棒 讓台灣有一個農產品走出另外出路 芒果果肉 淡淡的水果香 不會膩 裡面有煎鍋 跟一些穀物 能夠讓我們的體力很快速的恢復 最主要是台灣的 台灣的農產品 必須要經過深加工 在加工的過程 能夠創造出它的訴求 它的創意 然後讓台灣的農產品更富有生命 讓這些產品能夠讓更多人去使用 現在夏季鳳的營養棒 獨了地 再來有便宜合作 身為真是有歡迎 他們的嘴唇米也紅到國外去 她說這磨磨磨磨的營養棒 期待不是離孫 是創造台灣農產的新未來 在這裡三藏不動